復辦第三屆的維港道海詠 今年有破紀錄的2000人參加 今年新增的組別有國際組 以及不計名次的優柔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名槍一響 比賽正式開始 最先出發的是新增的國際組 由里沿門三家村碼頭游到側如沖公園 全長1.5公里 國際組男女子冠軍 分別來自德國和巴西 公開組17至34歲組別 凌天宇連續三屆 贏得男子組冠軍 參加者還包括 曾經患小兒麻痺症 以至下半身失去知覺的黃建明 給自己一個挑戰 尤其我們雙產人士 如果是有一個機會給我們 我們會珍惜 無論是工作 或者是讀書 日常生活 不想爭取名次 不過又想享受維港唱泳 今年就多了個選擇 1500個優柔組參加者 朝著同一個目標進發 來拍攝美麗女兒 來拍攝自己的主要 我們上去學友好嗎 水清沙油 椰樓樹影 而不單是游泳太單調 亦可以玩一下花式 我老爸四十年前 贏過渡海泳冠軍 我今天渡他渡海泳 還下我的心願 雖然優柔組的賽事 不算名次 不過參賽者 也不能游得太過優柔 因為如果比賽開始了 一個小時15分鐘內 他們還沒游全程的話 參賽者是必須棄拳 和上中途的船的 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